温王女单决赛结束,小薇以两个3比6布迪科费尔无缘温王第8冠,决赛场上有一些有趣的花絮,不知是否对小薇的夺冠造成影响了呢? 首先,当然是人气阵望的梅根王妃出席比赛啊,梅根和凯特两个王妃携手出现在皇家包厢,成为看台一景,梅根和小薇很早就有交情,梅根跟哈里王子大婚的时候,小薇也有出席婚礼,在本届温王,小薇不断被问到梅根什么时候来看她比赛,小薇回答可能需要自己不断晋级王妃才会过来看吧。 果然进入决赛后,梅根亲自光临了,不知道梅根的光临,是否有给小薇造成压力呢? 另一个花絮是著名献审贺渊志来,竟然出现在温王的决赛赛场,这个贺渊志乃跟小薇的渊源颇深。 2009年没网的女单半决赛,小薇对阵克里斯特尔斯,收盘小薇落败,第二盘5-6非保不可的发球局,以15比30落后,这个时候她的二发被献审贺渊志乃喊了脚物,并因此送出赛典。 对此小薇极其不满,走向贺渊志乃对其大吼大叫,我要把这该死的网球塞进你的嘴里杀死你。 这位献审也毫不示弱,她竟只跑向朱才投诉小薇的言语,有恶意攻击。 裁判长进场了解了情况后,判定小薇直接失分,这样小薇就输掉了比赛,无缘决赛。 尽管小薇隔天开发布会道歉,但这件事无疑成为了小薇职业生涯的一大污点。 也不知道温网组委会是怎么想的,竟然安排,贺渊志乃作为献审出现在决赛现场,负责中线。 当小薇在二区发球的时候,摄影师捕捉到两人同框的画面,颇为有趣。 除此之外,摄影师还有意无意地给了她好几个镜头,不知道小薇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冤家献审,对自己造成分析呢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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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